在今天的课程里面我们将讨论如何让你的作品看起来更具有动漫或者CG感觉 这可能是我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的作品看起来总是具有很强的CG感 像动漫一样 这个提问到底是在夸我还是在骂我 不过如果你们说的是画质相对高鞋的动漫的话呢 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人物 日系的模特和装扮会给照片带来一些动漫感 比如我的模特 毕竟大帅是坐拥200多件CG制服的人 如果你想把照片拍得有动漫感的话 让模特穿糖装肯定是不行的 第二 场景 鲁迅说过 在日本拍的那就日系 在欧美拍的那就欧美 大家常看的动漫大多来自于日本 场景自然也大多是日本 那么如果你的拍摄场景也是非常接近日本环境特点的话 那么自然就会让人联想到动漫里的画面了 第三 后期手法 日本动漫里面尤其是一些新翻里面很多的大量使用了柔光来渲染氛围 柔光也是我在夜景照片里偏爱的一种后期方式 这一点也可能会让人联想到动漫 但是我一直不敢教柔光的原因是 一旦让新人尝到了这个特效的天头的话 那么网上将充斥着这样 这样 或者这样的照片 所以请先练好小猩猩 再来尝试重口味好吗 第四 还是后期手法 如果一张照片手工绘制的笔中越大 就越看起来像一幅画 我在后期的时候会大量用到简单加深 重塑光影 强化景深层次等等手法 让画面精致以后呢 就多少带有一点CG感 毕竟CG往往做的比真实画面更加精致更加完美对吧 所以总而言之 如果你想让你的作品带有CG感或者动漫感的话呢 最好是让日系打扮的人物出现在日系风格的场景中 然后在合适的场景下 适当地使用柔光 并且让自己的手法更加细致 对光影在后期的调整更加完美 不过需要补充的是 我从来没有刻意地想让自己的照片 看起来像什么动漫啊 像什么CG啊 我的出发点只是想让照片 看起来更加细致 更加完美而已 后期手法完全依赖具体的摄影主题来决定 如果你经常看500px上的图的话 你还会发现 原来这些所谓的动漫后期手法 大多存在于欧美摄影师群体中 反而日本摄影师的作品一般不具备这些特点 好了 这一节课就到此结束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者想法的话 欢迎在讨论区提出 如果有兴趣的话 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以及微博 咱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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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